第一步,安装手锯 将螺丝对准螺孔 并用螺丝刀拧紧固定 将手锯放入手锯之下 按下手锯两侧按钮 水路连接器弹起 将手锯对准标识一致的插拔座接口进行连接 然后用螺丝拧紧固定 第二步,注水 安装注水器 注水时先将排气孔盖拿下 轻轻插入注水口 抬高注水器 注水至第三格栏线 第三步,安装脚踏 对准脚踏接口轻轻按下即可 第四步,安装电源线 按下仪器背部电源开关 第五步 第五步,调试仪器 用钥区启动仪器 用钥区启动仪器 顺时针旋转紧急开关按钮 如于特殊情况需要关掉仪器 请立即按下红色紧急开关 如果仪器未能启动 请检查及停开关是否处于弹起状态 开机后先等五分钟 让水循环调试完成后 盖上排气孔盖 进入仪器界面 保存文件加一显示框 用于保存当权特数 一到六分别可保存一种想要的特数 调节眉宽按键 调节频率按键 预燃键 调节能量按键 参数保存键 按下参数保存键 可以保存当前界面的参数 参数预览键 按下参数预览键 显示保存的参数预览 智能模式 操作师可根据客人的皮肤颜色 毛发颜色 毛发密度进行选择 系统自动给出合适的参数 后台设置 可用于设置后台参数及语言 仪器水温显示框 实时显示仪器温度 水流速度显示框 实时显示水流速度 手具温度显示框 实时显示手具温度 能量密度显示框 实时显示调节能量密度情况 脉宽显示框 实时显示调节脉宽情况 频率显示框 实时显示出光频率情况 简单介绍工作界面之后 我们学习临床操作 脱毛第一步 清洁治疗部位 治疗部位不可有止汗剂或香体类产品 影响光能量吸收 第二步 背皮 修剪治疗部位 毛发至1毫米 或者全部去掉 可建议客人治疗前2-3天先剃毛 以确保治疗时毛发长度合适 第三步 涂2毫米厚度的冷凝胶 第四步 根据顾客肤色和毛发情况 调制适合能量 第五步 先用冷肤头再治疗部位冷肤 直至有麻痹感觉 以增加舒适感 第六步 治疗 手柄完全贴服皮肤 根据锁条频率移动手柄 过程中不断询问客户的感觉 并观察临床终点 第七步 达到临床终点即可停止治疗 临床终点包括 毛囊红肿凸起 毛发卷曲 毛发颜色加深 毛发可轻轻拔起 有焦糊味 注意 因为每个人的延迟反应时间不同 不能过度要求结果 第八步 停止治疗后如有持续热感 冷铺处理 术后一定要注意防晒 涂SPF30以上的防晒霜 近期不能曝晒洗澡 桑拿等 清洁 用柔软的毛巾 或者棉片擦拭手柄治疗头 注意不能在经体上流下水渍 这就是还能够的 质量的毛巾